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直接看到临尔大概的样貌 下面是仙剑的logo 并说明是官方的手管手办 右上角是游戏开发商软型跟紧收的logo 转一下 这里是天射章的剪影 转到背面来看一下 这个原画的章临尔是非常的出出可人有目有 下面就是一些简介了 再看一下这边 新年岛上别动天 池中孤年伴远眠 一朝风雨落水面 远君时得习相连 这首是赵宁二的办师 相信老玩家看到这首诗的时候 一定有很强的构名 也是让宁二这个角色更加的惹人恋爱 我们来先把包装盒打开 这里呢可以看到手杖皮肤 还有赵宁二 这里呢有一些荷花荷叶的一些分件 这边也可以看一下荷花荷叶有两个 感觉数量还挺多的嘛 很丰富的样子 这里呢是一个众筹版附送的圆画海报 这里呢是一个说明书 我们还是赶紧把它拼装起来吧 一边就是一个众筹版附送的颜色 一边就是一个众筹版附送的颜色 好了安装完成 由于小零件角度 安装起来还是很繁琐的 所以多花了点时间 当知道进书要做这款零二的时候 我就知道肯定逃不过情怀的毒来了 安装好之后 电影像都还不错 服装与水的特效都能令人满意 不过仔细观察后 感觉这个面相有些角度限定 特别跟官图比起来的话 这个到后面 下面再跟大家详细的聊 这款周零二是1比7的比例 算上地台场景 总高度约为30厘米 这么高嘛 主要是因为地坛整体气场加成不少 其实本身进书的手办 一般都略大于实际比例 再加上火色神香的优美造型 让人不禁感慨 啊 这不就是我心目中那个零二妹妹吗 这个造型的灵感呢 是出自于水魔兽战斗的经典剧情 能将这么一复杂的人物场景呈现出来 也是不简单的 虽然造型上下面还是相对满意的 但不准不说脸部这边的刻画差了几分 正面看起来有些木了 无论是眼睛的神韵 还是嘴角之类的细节刻画 都比不上原画中的雨晓艳然 总觉得脸好像变长了些 聪明的角度看来 倒是可以还原几分 管头中楚楚可人的样子 所以在面部的素材上 很无赖的成为了角度限定产品 头部这边 另一个制作上的难点就是头发了 祝力马还采用了棕色与黑色界面涂装 发丝造型飘逸 末端和木线的打磨十分细致 没有丝毫瑕瑕丝令人满意 披风采用通体的大红色涂装 毛绒部分并不是纯白 造型比较僵硬 有些石膏感觉 不过这也是PVC手办的通病了 服装还是游戏中经典样式 主要围起蓝色 肘皱处有阴影涂装来凸显层次 白色部分有淡淡的蓝色 应该是想要塑造那种凌空的感觉 再加上水花的场景 整体是一个冷色调 给人一种淡淡的清凉感 《仙剑奇甲传》是国产RBG游戏中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了 相信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玩家 就算没有玩过游戏 应该有听说过 也算是一代人的回忆了吧 把圣灵披风脱掉之后 就少了些凌乱之气 更显小家避雨 天手杖木质细节有逼真 自然的弯居还真有些一家乱真 就是上面这条绿蛇的土装 少了一些纹理 圣灵珠采用金黄色透明材质 两端有个凹槽 依靠卡在手指的凸起处来固定位置 这里也是有些影响美观 而且很容易掉落 一定要细心保管 不过手办这里 也是提供了一个多余的圣灵珠做备用 因为配件都是可以拆卸的 所以换成其他的东西 搞怪一下 也不免是个新奇的玩法 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地台场景 整体为卷起的大浪花 加上荷花点缀 浪花部分是大块的透明材质 从下到上难卖晶变 透明银件在气泡的控制上令人满意 找不到肉眼可气瑕疵 荷花方面也是毫不吝啬 花苞荷叶荷花 大大小小的搭配了很多 这个清净地台还是尤为满意的 当然如果能够更通透些 就更棒了 小米希望上色还能再蓝一点 现在有些偏绿了 让人觉得水不是那么的清澈 总的来说 除开面相问题 真的是一款非常不错的国产天才产品 众筹师500左右的价格 对一个造型如此复杂的手办 也是良心了 近书西岸前的红性女王 混沙尼亚等作品 也都获得了玩家的好评 相信在技术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这次照灵二面相变成角度限定 小米觉得最违和的地方就是鼻梁太低了 所以刷影中间流控就特别多 看起来眼睛像是肿了一样 对比可以发现 面部轮廓还是比较有热气的味道 但是眼睛却没有日版中那么大 所以难免会有些违和感 在种口风的面部塑造方面 还是要继续摸索 此外 虾米无责任的说 手办先不管还不还原 好看才是第一位的 所以有时候适当取舍一下 也是可以的嘛 经过20多年的时间 辛劳粉丝热情不减 众筹成功才促使了今天的照片 可能是日系手办见得多玩得多 无论是厂商还是玩家 想要适应中国风的造型 可能需要花些时间 虾米也是希望厂商 能够跳出这个固定的圈圈 布袋戏中的布偶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近年来嘛 国内厂商不断进步 除了让国人感到骄傲之外 也希望能拿动手办市场的价格 让手办不再是奢侈品 像热门角色 动则上千的价格 真的让人吃不消 好了 本期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对本款情话产品 有着怎样的评价 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讨论 虾米也会擦音其中 喜欢的话 千万千万记得 要关注我的微博 大摩小虾米与我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啊 可以吗 你说呢 等大家聊 为什么是等 这个到后面 下面再想先跟大家聊 不消 好了 本期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对本款产品 有什么样的情价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